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电影爆料开启媒体看片环节,融合两部大作精华,票房大卖。 近日,就在大家关注肖战新拍电影《得闲紧致》的时候, 网上爆料肖战另外一部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传来了新动态, 爆料这部电影开启了媒体看片环节。 也就是邀请部分媒体开始预先看这部电影,评价非常高。 值得一提的是,根据网上的反馈。 看过这部电影的媒体朋友们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, 甚至还评价这部电影融合了徐克。 七剑和长津湖两部大作的精华,一定会票房大卖。 据悉,网上爆料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开启了媒体看片环节。 媒体不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 还称《射雕英雄传》融合了徐克七剑和长津湖两部大作的精华。 这两部可都是徐克导演的精品大导演, 看起来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徐克导演同样非常下功夫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。 肖战的作品一直都反响强烈, 票房大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都表达了期待,都希望早日上映。 迫不及待想去电影院里支持肖战的新电影, 更重要的是欣赏肖战的精彩表现。 看了看肖战镜头下的郭靖。 如今的肖战,演艺事业可以说是红红火火。 影视剧接连不断官宣,代言商务也是频频续约, 发展状态极其火热。 总之恭喜肖战,也祝福肖战,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,肖战值得信赖。 希望肖战坚定脚步,再接再厉,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,能够再创佳绩。